欢迎订阅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星 阿星现在在海南三亚的南山寺 我一直觉得来到三亚 这里是必来的 一定要来 为啥呢 不仅可以看风景 美丽的风景 这些善男信女们来到这里 还能领略佛教文化 今儿阿星来的是 一 看风景 二 品文化 三 就是尝尝当地的一个美食 素斋 南山寺里头有很多素食餐厅 今儿咱尝尝它这个素斋 味道如何 走这 到素食餐厅咱要穿过南山的景区 所以说 今儿阿星给大家当个导游 一进去就是一个大门篓子 上面写着博二 博二啥意思呢 是博二法门 这个法门就是佛教里头修行的一门方法 博二法门也是最高的一个方法 特别高深 阿星给大家试着解释解释 咱的道行太低了 大概的意思就是博二不要有分别心 人们常常看东西是很主观的 这个好 这个坏 但是其实事物的存在都是客观的 所以不要有分别心 众生平等 进了这大家都平等 都是一样 大概就这意思 博二的背后写的是衣食 这两个是相互辉应的 就是博二衣食 这里有个敬手池 意思就是咱拜佛之前先把手敬一下 在我的身后有一个塑像 这个塑像是日本的弘法大师 空海和尚 为啥空海和尚的塑像会出现在南山寺这里呢 这就要讲到南山寺为啥会在这选址 与佛有缘 见真当年东渡日本的时候遇到了风浪 飘到了这里 空海和尚从日本来到大唐学习 那个时候叫做刘学僧 刘学僧也遇上了风浪 来到了这里 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遇到风浪 飘到了福建的峡谱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来到了三亚 所以说在这给它修建了一个雕像 从这登陆 然后一路前往大唐长安 到长安它也是学法 还去过青龙寺 除了这两点 跟南山寺的玄址有关系 还有一个这里也是观音菩萨的道场 相传当年这里是瘟疫祸乱 民不聊生 菩萨来到这里 普渡众生 救苦救难 走的时候就感觉这非常好 还有一个心愿 就是以后常居在这里 所以说有三层原因 在这就修建了一个南山寺 说着说着成导游了 咱本来是美食节目 咱赶紧介绍 介绍完咱尝尝素斋 这个园区里有很多植物 但是最特别的就是我身后这个树 这个树叫做木棉树 说到这个树就要讲到佛教里头一件非常重要的 可以说是宝物吧 是木棉袈裟 木棉袈裟就是由木棉树的花蕊制成的 木棉袈裟是达摩祖式的一波 据说是世世代代传下来 就像一个宝贝一样 但是说来也有意思 都是佛教里的弟子 最后为了木棉袈裟也是你争我夺 争来争去 现在这个木棉袈裟是下落不明了 有这么传说说是让武则天给收走了 收走以后流落到啥地方咱也不知道 当年慧能法师说过一句话 叫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菲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啥意思 就是大家还是有业障 虽然都是修行的僧人 都为了这个东西争来争去 其实它就是一件普普通的袈裟而已 这句话也警醒世人 就是不要把东西看得太重 什么名利是非 看得太重 这没啥意思 是不是 门票有点贵 来到园区的中部 这里有六个塔柱 这六个塔柱寓意啥呢 就是六六大顺 不是 咱这导游也不称职 我也不都知道 这六个柱子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但是上面印了很多佛经之类的 但是我知道的是 以前的时候在那个角角 有转经筒 这个转经筒上面写的是六道轮回 还是挺有意思的 但是现在取消了没有了 咱穿过这六个柱子 前面就来到了海边 就是108米高巨大的菩萨真容 好 现在阿星就来到了菩萨的脚下 这个菩萨是108米高 它总共是三层 第一层就是佛像的主体 它是三面的一个佛 然后底下是莲花台 然后再底下是圆铜宝殿 为啥要108米高呢 就好比菩萨手中的这串佛珠一样 也是108颗 这108啥意思 在佛教里头108代表108种烦恼 意思是佛祖普渡众生 为大家消除这108种烦恼 阿星讲了半天 难道佛教是迷信 佛教它是文化 千万不要把佛教是迷信 还有余信 比如说有的人烧香是盛盆盛盆烧 烧完以后扭头就干坏事 你说你这坏事能干成吗 你肯定干不成 如果你干成了 好像是菩萨真的帮了你似的 所以说这个佛教 它是千百年来 古人给大家留下的文化遗产 大家信佛教 也不用说我非得来到这里烧香拜佛 在生活当中 对自己有一个高一点的道德要求标准 就可以了 比如说 就做个好人就行了 好 现在就进入正题了 赶紧吃饭 南山素斋 走 看一下菜单 这个菜单 菜还是挺丰富的 也有一些套餐 在这里 有很多套餐 但是我看这个套餐里头 没有我想吃的 我还是单点 单点的菜更精致一些 上面这些菜全部都是荤的名字 但是它是用素的食材 这才叫真真正正的摘口不摘心 价位也不便宜 这个餐厅先不说味道如何 最好的就是环境 透过玻璃 这里有大海 这里还有观音菩萨的佛像 观音菩萨看着我吃饭 我说是吃的更香 牛排 红烧肉 红烧肉 油菜 红烧肉 红烧肉 馅烧肉 红烧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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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叫元分 我来的时候就差一分钟打烧 前台咨询后厨 厨师长都穿衣服准备走了 摘菜大餐 为啥说大餐呢 虽然它菜不大 但是都非常精致 这道菜是南山素斋如意鱼 文君黑椒素牛排 这是火爆水煮鲍鱼丸 海景素饱红烧肉 含俩瘦桃 这顿饭花了265 你看到没 这也挺贵的 当然跟它是在景区里头也有关系 但是人们常常对吃素有一个误解 就是吃素就会很便宜 其实你要把素菜做得很高端 很精致 价格挺高 吃素也不都是吃的简陋 也要吃的精致 吃的美 美是啥呢 不是海边风景 是指的红烧肉 这一上来 我就感觉有点震惊 做得太像了 这么大肉筷子 蘸点汁 尝一尝啥味道 有皮 有肥肉 还有瘦肉 还太香了 闻上去还真是有点红烧肉的味 红烧酱油 先不要说味道 这个口感真的太像肉了 它后面这块瘦肉应该是豆制品 能咬出来 前面 尤其这个皮吃起来是QQ弹弹的 感觉像是魔芋 还挺好吃 我还想着只是一个样子货 结果吃了还可以 你还别说 这菜还挺下饭 我平常吃红烧肉的时候 就爱救这个米饭 看瘦肉是这个样子 这顿吃的是又有热味又健康 还有素牛排 尝尝这个牛排啥味 不过这个牛排看上去没有像红烧肉一样 那么香香 看着感觉还是豆制品 人家这个技术真的是高 你要问我是豆制品还是面制品 还是两种混合的 还真尝不出来 真是感叹 这个味道特别特别像 鸡肉 如果我闭着眼睛 或者你不跟我说 这个是什么什么东西做的 我就感觉是鸡肉 应该是豆制品和面制品混合的感觉 还很嫩 你说这 找谁说理去 咱来个真正素的 这个鱼是三亚当地海域产的海鱼 开玩笑 前面你说我猜不出来 这个我肯定能猜出来 这一看这不就豆腐干吗 看一下是不是豆腐干 看 这个好吃 能尝到豆香味 麻辣豆腐 剁椒豆腐 我来之前我感觉就是徒有其表 而且是景区里的餐厅 没想到它的味道真的还可以 能把素菜做成这个味道也是一绝 再尝尝这个汤菜 这是一个饱 鲍鱼丸 特别像真的鱼丸 这咋看着又像豆腐 你看吃这种素菜 豆制品是一大主力 因为它可以加工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尝尝是不是 这不是豆腐 这个应该是魔芋 摘菜主要的食材就是豆腐 魔芋 还有什么三菇 六耳 还有各种蔬菜 咱尝尝它这里头的木耳 还是有两种的应该 这木耳不是拿豆制品做的 废话 木耳就是真木耳 我就一直把它以为真的是活得肠 我都忘了这是摘菜的 尝尝这个活得肠 我就奇了怪了 他们难道真的给里头 放了活得肠的东西吗 吃起来明明就是活得肠的味道 看着特别像活得肠 应该是豆制品加了一些菇类 因为它吃起来有点鲜味 还挺辣的 汤汁还挺下饭的 因为它有菇 特别的鲜 虽然这些都很好吃 但是我最想吃的就是这个寿团 为啥呢 因为在菇萨的祝墓底下吃这个寿团 这个寿团开了光了 现在无价之宝 过多少钱我都不卖 我得自己吃 延年益寿 尝尝啥味 这纸都不能浪费 咱一会把纸都得吃了 它里头是夹心的 有点红糖 中国吃素的历史其实已经很久了 南朝的梁武帝一生就吃素 崇尚佛学 到了宋朝的时候 甚至有一些店是专门经营素食的 就是摘菜馆 佛教吃素其实是基于两点的理论 一个就是不能杀生 第二个就是 他们要学佛 要修行 要清心寡欲 你吃肉就会容易乱了你的心智 比如说蒜 葱 韭菜这些也不能吃 为啥呢 因为你打坐的时候 一下子大蒜味出来 不但影响自己 还影响其他人 这个所以也是不行的 也是列为荤的里头 总体来说 寺院不吃荤还是为了修行 还是为了学法 中国的摘菜历史 发展到今天 一共有三大流派 等我把这个咽了 这桃有点噎 哪三大流派呢 宫廷素菜 寺院素菜 还有民间素菜 寺院素菜讲究的是全素 比如像鸡蛋 还有葱 蒜 这些五荤的东西都不吃 民间素菜是已婚脱素 意思就是像鸡蛋这些东西也是会吃的 宫廷素菜就是包楼万象 把这些都集合到一块了 总共是三大流派 你看人家服务员打扫卫生了 咱赶紧吃 别耽误人家 来个大肉块 好 这顿摘菜我就吃完了 吃饭的时候我就老琢磨 到底它是如何做出肉的口感和味道 后来我还真琢磨通了 豆腐和魔芋就模拟肉的口感 然后菇类就模拟肉的味道 这两者一结合还真有点像 其实就吃出来了蛋白质的味道 现在有很多人也提倡吃素 吃素代表健康 其实有很多人坚持不下来 一个礼拜有那么一天或者两天吃素 也是可以的 像阿星在视频里头 大块夺移 经常吃肉 但是我平常也是吃素的 因为饿做完吃和油泡面 好 那就这样